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节目的现场讨论 议员先生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谢谢你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商量 还有跟你谈话 还有跟我们的our guests on television 好的 谢谢您的邀请 议员先生的英文讲得很好 但是我们在讨论当中 议员先生和我说英文 对吧 所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听到的将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不久前 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叫各国人权报告 在这份报告当中 美国提到 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正在出现恶化的倾向 那么议员先生 您同意美国人权 各国人权报告当中的这种说法吗 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我的确相信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 就在过去的几个月来 在过去的几年来也是一样 即便几年以前中国政府声称 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人权状况的改善 或者是会带来反腐的这样一个或者是透明度提高这些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 那么我们最近的人权状况显示 而且人权报告里面也提出了这些情况 我觉得这的确是在一个恶化的这样一个道路上行进着 那么国际社会许多组织还有许多国家政府也注意到 就是中国自从几个星期以前 中国开始这个叫茉莉花行动 虽然这个茉莉花行动本身没有形成多大的规模 但是引起中国政府的似乎很大的恐慌 政府从那以后就加紧了打压意义和维权活动的这样的步骤 我们都知道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位比较知名的艺术家叫艾未未 他在中国已经被拘押了将近三个星期 中国当局还没有给出任何说法 当然了说他涉嫌经济犯罪 这件事在国际社会上好像引起很大的反响 那么袁先生您注意到艾未未这个案件了吗 是的 我的确关注到了 在我具体讨论艾未未的情况之前的话 那我想首先要评论一下您刚才的那个说法 你说的那个茉莉花革命 那么我更愿意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它叫做茉莉花运动 我觉得这非常的明晰 现在所发生的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茉莉花运动的确是在中东和北非 发生的这个情况的一种平行 那么当地的人们他们呢 正在呼吁 就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呼吁 有更多的公平 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自由 这种运动的话是人类文明 人类社会向更多的民主 更多的这个自由 更多的人权诉求的这样一个方式和这个趋向 中国呢也不例外 人们呢正在寻求着 正在渴望着 但是呢不幸的是这个茉莉花运动的话 带来了中国政府的打压 我的确认为中国在一个问题上 和中东和北非的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的确是在过去的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来 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精细繁荣 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来 经济的发展的话 正在飞速的增长 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这就和中东的情况不一样 中东这个经济的话 长期萎靡不整 但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就是不是经济的繁荣本身 但是呢 就是说这因为经济的繁荣 所带来了更多的这个挑战 在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个人之间的 就人与人之间的公平问题 邻里之间的 或者是同一个城市 居住你居住的人的 公平的这个问题 他们有没有公平的机会 他们的孩子有没有公平的机会 还另外一个公平呢 是在不同的地域之间的公平问题 比如说沿海地区的城市 当地呢非常的繁荣 那么如果如果和内地的地区 比较起来的话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就很大的不平衡 这里边存在一个公平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对中国来说 很重要的也就是反腐败 那么的确我认为 我们已经读到了 就是很多有关于 就是中国腐败的这些报道 但是我认为更大的 就是政府方面的努力 和更多的这个透明度的 这些举措的话 会应对 会有力的应对腐败 那么这就是 艾先生他的这个事件里边 凸显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吧 四川地震的时候 很多孩子因此上升 那么很多人都怀疑 那么孩子的这个死亡的话 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这些 学校的建筑是伪劣的 是违赃的建筑 或者是偷工解尿建筑 所以艾未未先生的话 他非常正义的 就是在唤起人们 对这个事件的注意 然后这是为孩子们的父母 在寻求一个公平和正义 那么他的这个行为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 反腐败的这个行为 是为了中国社会 这个良性发展 但是这是对中国政府 是有好处的 但不幸的是 中国政府却不这样看 那么他现在被拘留了 那么被作为一个破坏分子 或是反稳定的分子 但是我觉得 核心是因为腐败本身 才是一个动荡的这个因素 引起社会共荡的动荡的因素 所以拘留爱未未的话 不仅仅是对 中国人民是很不利的 而且对中国政府和这个社会 也是很不利的 好的 预言先生 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 六条线现在都满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在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 尽量减明额药 表达您的观点 抓紧时间 首先是辽宁的梁先生 辽宁梁先生你好 我觉得 这些人 这些人抓起来 哪怕是死了 他也是知道的 因为这件事总是 也不是为奇 因为这件事总是 总得给有人去做 我觉得 正如我们中国 有一个旅大的文学家所说 鲁庆先生说 丹庆勇士改于 邓氏领域学 改于执念惨淡的人生 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 辽宁的梁先生 谢谢您的观点 下一位是山东的吴先生 山东吴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 就是 一国可以批评他国的人权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一国可以干涉他国的人权吗 比如伊拉克战争 成千上万的人 被无辜的杀害 那么他们的人权向谁逃去 OK 完了 好的 谢谢您山东的吴先生 一会儿呢 我们的议员先生 将回答您的问题 下一位是甘肃的杨先生 甘肃杨先生你好 我还有主持人你好 请讲 嘉宾你好 喂 杨先生请您抓紧时间 您在我们节目中 我要问的是 班长大师 有谁从中国搬起来了 这对什么人权呢 好的 谢谢您甘肃的杨先生 对不起 我们没有听清您的问题 不知道我们的议员先生 听得听清楚没听清楚您的问题 下一位是辽宁的胡先生 辽宁胡先生你好 辽宁的胡先生 胡先生的电话断了 好的 好的 议员先生 我们刚才一连接了几个电话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请您回应一下他们的说法 是的 我们好像两个没有听到 梁先生 晚安 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你刚才提到问题 可能是和社会的稳定有关 那么你表达了 的这个意见很正确 也就是有关于 俱留爱卫卫的 这个 举动的正确性 那么我认为 社会的稳定的话 那么 如果 能让人们自由地发表 他们的这个意见 自由发表他们的这个主张 实际上是更有助于 维护社会稳定 因为不管你 逮不逮捕这些人 如果你逮捕这些人的话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在把这个压力 封在这个里边 然后可能会以后会迸发 会发生更大的这个事件 那么你像 想让他们减压一下 让他们自由表达一下 他们的日见的话 那么可能会更有助于 社会的稳定 那么您的看法 梁先生 就是从传统的 中国政府的 他们这个观点 那么就是几千年以来的 这个看法 也就是维护一个大稳定 那么我觉得 这儿呢 就是应该 进行这样一次对话 但是总的来说 我个人认为的话 就是这种打烟这个方式的话 是对 长期来说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不利的 那么这可能会最终导致 迸发性的这种一种爆炸情况 最终出现就是 防民生于防川 那您提到的还有一个问题 是有关于人权或者是一个国家内务 我觉得刚是一个国家内务是不对的 任何外部的这个势力 但是我的确认为 我觉得要倾听人们的自由的表达 是应该的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 所以我觉得 在从每个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倾听其他国家的这个看法 人民的这个看法 自由的这个表达 您刚才表达了 就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这个看法 我很欣赏就是您这样的自由表达 我本人是非常反对美国在中东开战的 而且呢我在这上面呢 也自由了表达的 我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的这个见解 所以我就想再补充一下 这不是干涉某国的内务或者是内政 那我当时在向中国大使写的一封信里边 我提到了 于是我们现在是根据中国这个宪法 是中国这个法律和法律的制度 在这个框架之下的话 就要求中国政府遵守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这不是外部的干涉 这本身就是一个内部的事情 好的 您刚才在谈到爱卫卫案的时候呢 您谈到呢 爱卫卫案的实际上呢 是一个在中国实际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就是说公民有没有这个自由来批评 政府的一些在他们看来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行为 那么据我们报道呢 自茉莉花行动开始以来 中国政府实际上加强了 对进一步加强了 可以说呢 对民间言论的这个管制 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呢 就是中国政府呢 国际上有一个网络 国际上办了一个网 准备呢 就是要 就是声援和支持 爱卫卫案 但是在中国呢 这个网络呢 被无情的封杀了 那么 议员先生 我想请问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中国言论自由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对中国社会进步 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政府在这方面 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的确相信言论自由 非常的重要 那么它是 就是说 可以自由的向政府申诉 应该得到保证 而且是宪法所保护和保障的 是中国的宪法 那么这是宪法中 明确规定的和承认的 这是核心 而且 在互联网上自由的这个表达 那现在是中国人民的所求 而且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自由 很多时候呢 一看到就是在网络上有封杀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好的 我们来继续接听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 是广东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广东李先生你好 请讲 请讲李先生 两位好 听到吗 听得到 请抓紧时间李先生 中国有位伟大的那个政局家说过 以同为鉴 以同为鉴 就可以挣一贯 以言为鉴可以明得失 以死为鉴可以击衰 我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来维吾社会的稳定 因为中国人口太多 好的李先生 李先生谢谢您的观点 好的 下一位是云南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云南刘先生 请抓紧时间 你都抓紧 你都抓紧回来 对不对 喂刘先生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云南刘先生的线路呢 不是很清楚 我们听不清 好的 下一位是湖南的杨先生 湖南杨先生你好 嗯 湖南的杨先生 是您 抓紧时间杨先生 哇 杨先生的线路也不清楚 好的 下一位 下一位是湖北的王先生 湖北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向嘉宾提几个问题 好的 谢谢您 第一个问题就是维稳 这个概念是江泽民提出来的 嗯 我们大陆的那个民众呢 也感觉到了这个 切身感觉到了 它是怎么用这个维稳资金的 今年六四他们又会怎么去用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没钱呢会怎么办 这是一个靠金钱来维持这个政治体制的那种做法 没钱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的广播 中国之声 现在是非常大的一个力度 和频率在不断的现在就在播广播 说明年秋天的一个传逆交接 他们缺少凝聚力 他们实际上是为了一个利益 就纠集在一起 当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中央高层一直到地方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最后一个就是老百姓对他们的说法 已经彻底的是失望 不相信了 他们还在欺骗老百姓 这是一个现实 好的 就这么几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 刚才这位先生提了 向议员先生提出很多问题 议员先生呢 您就回应一下他的这些问题好吗 好的 首先向您表示感谢这位听众 你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 几个论点和问题 您刚才表达的 就对于维稳的这个关注 那么同样的也是 很多其他的这个观众 所拥有的这个对维稳的这个关心 那现在中国社会呢 维稳的确是一个阻调 首先我要提一点 也就是传统的进行维稳的话 或者是通过就是打压言论的自由 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 也就是用金钱来维稳 大量的运用资源来维稳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么我们应该考虑的是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考虑的是 应该有一个活力的充分 具有活力的这样一个讨论 但是这个讨论这个过程应该是和平的 大家都把自己的意见摆上桌 以和平的这个方式进行积极的活跃的这个讨论 以这样一个方式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模式 那中国几千年传统里头也存在着这个模式 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中东所出现的这种情况 他就非常非常生动的这样一个说明了 也就是以巨大这个力量 从上至下的这种压来进行维稳的话 他所付出的巨大的社会代价 您说的没错 那在下一次党代会的时候的话 那么可能有一个权力交接 那么这的确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就是说进行模式这个转型 就是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 这个管理进行转型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不会很快 但是呢我希望他们的确正在 认真严肃的考虑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中国的未来 为了中国人民有更多的这个自由 有更多的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看法的 这样一个一个权力 这是基本的基本的这样一些权力 就是说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为了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安全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这个人权 这是公民应该从政府那儿得到要求 得到的这样一些保障 不管你是在朋友之间交流 还是在网络上的这个交流 自由的话就是对中国的社会 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议员先生 还现在呢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您呢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作为美国国会的议员 特别是一位华裔议员 您似乎更有责任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那么您在国会准备如何推动 中国改善自己的人权问题呢 议员先生 简单回答一下 好的 我觉得我现在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呢 也就是大力的促进互联网上的自由 所以呢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 然后呢可以自由的进行信息的索取或者是检索 在美国在中国希望都是这样 在全球世界都是这样 那埃及政府采取这第一个 重压的这个举动呢 也就是把互联网给关掉了 但实际上呢确实是越弄越糟 这是我正在大力促进的一个举措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的上半场的讨论 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感谢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议员吴振伟先生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请不要离开 接下来呢 我们请经济专家来谈中国如何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